古装大剧楚桥传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楚桥传大结局给我们留下了太多遗憾 很多故事必须要用楚桥传2来揭力 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一种被掉胃口的感觉呢 对于第二部女主将换生谁呢 赵丽颖扮演的楚桥更是让大家一直好评 也让大家认识到这个从农村来的丫头多么的优秀 其中还有逗逼无量的林狗子 到了楚桥传旁边 却成了分分钟高冷的背锅侠宇文月 清月CP把观众虐得不要不要的 调令营死后再无楚桥 想必这也是很多网友的心声 艰辛的拍戏 最终的熬练演技 那句老天不收我来收你 轻可见让观众面前一亮 网上已是众说飞云 之前有网友透露第二部女主可能会换成安卓拉贝比 但是大家却分分表示 拒绝楚桥传在暑期的时候热播 贝比让大家普遍认识还是因为跑男 之前他演的一些影视作品 也一直是不温不火 可以说毫无演技可言 黄小明和贝比这对夫妻 可是没有少让网友怼了 网友们快把贝比骂疯了 楚桥传二 如果真的要把赵丽颖和林更新给换掉 想必他这部电视剧指定收视率会下降 大家也都知道 杨颖大演技 不知道导演你是咋想的 赵丽颖演的这个角色 可是有目共睹的呀 你可别把他给换了 赵丽颖嬷